明天就是大年三十 在过年期间最受关注的电视节目 毫无疑问就是春晚了 在腊月29这一天 春晚完整的节目单也是正式出炉 其中有很多亮点也有不少的遗憾 过去几十年里 春晚临近鬼深的时刻 李古一老师领唱的《南望经销》 一直是春晚的最后一个节目 从1984年到现在 除了2012年没有唱过《南望经销》之外 接近40年的时间 李古一一直现唱 但是在今年有一个遗憾 那就是李古一无法在春晚的 最后时刻领唱《南望经销》这首歌了 在春晚的节目单当中 已经没有了李古一的名字 这对于观众们来说 真的是一种遗憾 相信很多80后或者90后 自打出生以来 就看着李古一老师长大 春晚其他的节目会变 唯独李古一的领唱没有变 但今年也没有了熟悉的领唱 为什么李古一老师 没有参加今晚的春晚 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 李古一老师刚刚扬康 处于身体的恢复期 外加李古一的年纪也不小了 因此春晚导演组 处于安全的考虑 就让李古一老师休息了 这其实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新冠对于人们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老年人 成年人尚且需要一周来恢复 更不要说他们了 所以让李古一老师好好休息 过一个没那么劳累的新年 本期春晚除了遗憾之外 也有不少的亮点 春晚的第一个节目 由成龙和杨子搭档开场表演 除此之外 还有今年在冬奥会上 大放一彩的五大镜等人 开场可以说是情形迎级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老面孔 今年的以言类节目有七个 在十二点之后 还有一个以言类节目 其中观众们喜爱的月云盘 审坛等都会登上春晚舞台 更主要的是 在本次春晚中 第一次出现了脱口秀 这可能对于观众们来说 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 别体现了春晚节目的改变 变得更加一个年轻人了 当然除了老面孔之外 本届春晚也是有新面孔出现 像许松就是第一次 登上春晚的舞台 更主要的是 许松第一次登上春晚 就是独唱 这也是节目组足够 新任许松 给了他周杰伦般的待遇 总之今年的春晚 有一看也有惊喜 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新鲜事物登上春晚舞台 而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 仍然不少 明天就是除夕夜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看春晚 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祝大家新年快乐